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漏幕节目 我是与彤 中共十大闭幕后 很多网友被感到曾经营连任的意外 因为这是在支持中共的舆论 早已多致铺垫好处的事情 但对胡锦涛被嫁出会场 则普遍感到震惊 就在国际社会中雪纷纷 拆拆很多臭 护士夫子突然同时露面 这一感到有些差异 到底是怎样回事 背后有哪些傲备 二十大后中国特律社会的反应又是如何 以及中共将家族走向哪 我们现在就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看到在外界港全的新加坡 私营的媒体视频画面显示 胡锦涛被带走时 栗战书想站起来 帮助执行人的保镖架起胡锦涛 被他右边的黄沪灵痛了两下 这样刚刚夹起 有个栗战书马上又坐下了 人们看到在整个会场上 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站起来帮助 甚至有些人都不敢领头观望 那是什么回事呢 居然窮兵透露 原因之下丁书在二十大前 周全特律一个命令 会议期间 在正面站起来前 所有人都不准站起来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据说 这个是铁的命令 下发到每一个人 所以前面那段时间 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 我们看到 胡锦涛被带走时 显然是不呈现的 在中共的类似会议上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 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 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被强行隔离会场的事件 引爆舆论 引发各种猜测和解读 有些人在传说 胡锦涛被隔离会场后 全家被软禁 胡海峰 又在其所在事的网站上消失 可能为了回见外界的 广泛猜测和舆论关注 10月26日 胡锦涛和其子 胡锦涛同时现身在 官媒的报道中 令外界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先看看胡锦涛是怎样衍生的 据中共当家官媒 26日报道说 10月25日上午 中共河南省委 前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前主任徐刚春为体告别仪式 在郑州举行 徐刚春于21日 在郑州去世 中年77岁 这一年龄在中共高层官员的身形中 是属于命不强的那一种 这些报道中提到 中共任及退休高臣 习近平 李克强 律战书 汪洋 王岐山 胡锦涛 朱镕基 邦家宝等 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大家看过了 是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也就是说 当听说这件事后 问一些相关情况 亦包括在内 并不一定有何举动 显然 是让胡锦涛露面了 这个与江泽民不一样 报道中没有提江泽民的名字 看来 江是为秋万年了 胡锦涛阵营是重点防范 江是残如势力搞突发恶性事件 我们再看看 胡海峰是怎样露面的 就在26日的同一日 中共浙江省 泥水市官网报道了一则 10月25日上午的消息 该消息报道了 中国迷水市举行 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市委书记胡海峰主持该会议 传达了中共要实际的 什么精神之类的事情 看来胡海峰是必嘴过牙纳 你看看胡海峰在讲话中 好似其负责被嫁出的事情 没发生 没在会场上看到的感恩 他在讲话中除了报仰习近平外 还称 将坚决拥护两个国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等等 就在10月22日中共十大闭幕的当日 胡锦涛在会议中途被工作人员强民带来现场的视频 被海外社交媒体热传和真相报道 在中国大陆 胡锦涛被嫁走的相关信息遭到全面封杀 胡锦涛和儿子胡海峰的名字 成了敏感词被各社交平台开启评论隐藏 这样的冰封和冷冻 如今胡锦涛父子同时在中共官媒露面 官方似乎有所谓的闢谣之意 这个亦是让人联想到 12月22日中共官方公布的 20大后保中央委员名单 并没有胡海峰 原本外界参赞 胡海峰在中共20大结束后会升职 如今的仕途已落后于很多70后的 副部级官员 显然有提升停滞的意味 下一步如何仍有待观察 英国BBC日前亦报道 中共的大会通常高度脚本化 这种人们猜测 胡锦涛离开的司机可能并非突发事件 他当日早烈后参加了闭门会议 又在最后一段时间 允许媒体进入 就在摄像机设置好之后 又有胡锦涛离开 协议非常桥 华盛顿邮播刊文说 无论发生了什么 这事件提供了进一步令人愤怒的证据 表明中共的理督陈 是多不透明 中共二十大闭门后 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在加速开倒车 从中共二十大出现的情况看 可能会使更多人对中共指向中国大陆的前景失去信心 从股市看 中共二十大直接引发股市 汇市双双暴跌 在美国的中概股 亦大幅下创 出现了三轮的 外资出途 和抛售股票的趋势 外界分析 就在12月25日 中共发掘在引发新规定中提到 境外投资者分配利润 直接投资 就暂不征收 预提所得税等的条文 这显然令外的感到是不祥之笑 有人猜测 共同暴露的中共 在未来恐怕会干脆进行外汇管制 关门国韭菜 外商或者中国的有钱人 想走也来不知了 外来这种恐惧情绪 源于泽民在二十大打破所有中共规矩的举措 这显然让国际社会 难以掌控中共对其经济政策的评估 没有继续投资的信心 台湾资深媒体人 杨谦伟就此一文部发表专题文章说 新一届常委中 有些能力的全都不用 上来的都是没有经验的草包 总加出使习近平 就在亡党亡国的路上 果然不负众望 终于启动了中共自卫的程式 可以预期 舒均适的堕落将是中国的命运 不止半代体产业 打回救死时代 是整个国家回到民家时代 党亡血腥斗争 亦将不仁常演 杨谦伟总认为 这回 习近平将反对与压制台 动议入党网 表面上看 是以解决台湾为目标 其实并非优先选项 因为根本没有失力 台湾要担心的不是中共武力翻台 因为动武之压亡党之时 台湾要担心的是 中国过来一场关门打人的文化 达革命已经生于欲来 整个中国陷入大动力的崩溃时代 已经迫在未知 台湾坐在大海市的第一排 当然受到迎击冲击最大 台湾人要做好准备 显然 中共的二十大 没有达到中共全部预期的目的 中共二十大修改后的党章中 并没有标志习近平 绝对地位的两个确立 分析认为 这个释放了不同沉上的政治信号 说明习近平在党内遭遇中共元老国的 还强抵制 二十大任命的六个常委 与习近平的关系 当为习近平的亲信及救赎 六常委与习近平的绝合 搞伴 被封为梦幻阻陷 中共二十大后 推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 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言 外界普遍认为 习近平用人不看经验和能力 而是看此人 是不是对他有足够的忠识 所以有网民对习近平 和他的亲信利强 赛杰等的结合 讽刺颇多 就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 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大事 网传河南开封上空 三架军机互相开火的交战 一些城市亦出现枪炮声 西藏拉萨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解封 愤怒的民众 与警方发生了对峙 截至目前 西藏已封控两个半月 当地民众怨声在路 在南方 福州市变相封城 36所大学封闭 全市公开场所关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因为连日的福建省福州市 疫情严控导致反弹 因为男子提醒民众 将要封城了 快点团分的赛 被指造业租营区 但官方随即宣布全市暂停 一切聚焦性活动 全市36所大学封闭管理 市民非必要不利用 已是变相风识 引发异议 近期 在中国大陆 还出现大数据名声企业的大裁员 一些研发基地被解散 租解聘员工的赔偿金 一直汤延未付 即使是销印楼主工作人员 年终奖亦被取消 这华是一件名字的举动 你以研究来研究去 研究不出来什么高质量 高技术的东西 早日叫停 或者能小浪费民资民膏 更重要的是 现在中共已经没那么多钱 可以挥复 据声 中共与实大会议结束 对于会议内容和新领导班子 上海人指现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 大多表示 无看法 无兴趣 但网上传出了李强家序的人门 好像是皇上出行的架势 好浩荡荡的人群 在庆祝李强的升官发财 而民间就出现了 民众拉住不要的环境 抗议中共的二十大结果 中共的二十大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 据说 中共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石泰峰将处任统战部长 刚刚进入中央书记处的 公安部长黄晓鸥的新职务 选项又少了一个 黄晓鸥的新职仍然是那迷 看来 对于中共的二十大 美国也做出了相应的表示 日前 美方公布了中共火箭军基地 坐标及武器配置 这举动 显然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这些家底都被挖延了 而有分析指 这是美国在震慑中共 消息指 中共二十大光阁 美国空军研究机构 就公布了一份 中共火箭军的研究报告 其中罗列了 该军种的所有机构 包括基地等一些相关的上升 舆论猜测 美国此刻警告中共 不要大脑过烟 轻举妄动 看来中共确实到处 窮途没路的境地 网络作家 纪录片导演傅志斌的网民 这样评论 中共不再有什么改良机会 只有死路一条 习近平这个 总家作事 做得很尽正 在这个历史大潮下 很多人能做的 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和财产 看来 中共的二十大结局 令外界感到更加担忧 最后结果如何 我们会拭目以待 好了 关于二十大后 中概股暴跌下挫 三架军机互相开火 台湾人要在可能出现的巨变中 要做好准备 中共只能加足智慧等话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 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你的 最新的节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暗幕节目 感谢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